你这该死的丑女人 滚开 男人一声闷哼 咬牙气齿 紧接着 一道闪电骤然亮起 夜南西睁开了双眼 借着闪电的亮光 微眯着双眼看向山下 一双漆黑的手 正放在男人迎白的胸前 还不确定地抓了一下 这黑爪子 确实是自己的手 不对啊 我不是应该死了吗 难道说这地府还有特殊服务 还没等他想明白 疼痛感就把他拉回现实 我去啊 这是我能看的吗 拉眼睛流氓啊 夜南西双西向上提起 努力不让自己坐下去 却发现自己浑身燥热 需要更多的清凉 身为二十三世纪国家特战队 首席军役的他 当然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你现在滚开 还能留你个全室 否则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男人强忍着暴怒 一字一句地道 夜南西心里 MMP 嘴上笑嘻嘻 合着我怎么着你都不会放过我了 那老娘还拥有什么呀 这不上不下地卡在这儿也着实难受的紧 随即一狠心坐了下去 怎么着都是死 何不坐实了呢 真他妈疼 男人瞒哼了一声 手背轻筋抱起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夜南西伸手抓了一下她的胸口 你才不要脸 你全家都不要脸 你看 你的身体比你成事多了 吃亏的是我好不好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就老实点 男人目刺欲裂 夜南西捂上她的嘴 行了 别爸爸了 赶紧的 笑尘则无语 看着眼前这个在自己身上 为所欲为的女人 一阵屈辱感又捂上心头 却又不得不承受这一切 身体里又该死得隐隐有一丝欢愉 若不是不能动 她定要将这女人错骨扬灰 良久 随着两人浓重的喘息声 压抑得以释放 而夜南西的脑袋也逐渐清明 恢复气力 看着眼前的男人 可能是刚才的动作羞愤 也可能是体力不好 夜南西更倾向于后者 反正她是不会承认 是她把人欺吐血运过去的 她一边挪动 仿佛不是自己的腿 一边吸着凉气 果然 初来混 迟早都要还的 夜间的风还是有些凉的 夜南西赶紧拽过一旁男人 酱紫色的衣袍披在身上 没办法 她的外衫已经成了一堆破布 没法穿了 大兄弟 几些件衣服穿穿 时候有机会 定会还眼镜更好的 一边穿还不忘给人家画大饼 男人外袍被彻底扯下 被半遮半眼的身体 也彻底暴露在夜南西眼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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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不科学了 有这么 的吗 夜南西伸出手掌 在空中比划了一下 不猛地收回 想着她自己的亲身体会 她又信了 有 这不摆在眼前了吗 赶紧拽过一旁的李盖主 她怕再看要长真眼了 不过这身材还是很有看头嘛 这腹肌不多不少 刚好溜块 刚才她也没少摸 手感不错 这脸上的面具嘛 笑不要拿下来 看看长得帅不帅啊 算了 还是不看了 还是做陌生人的好 几年日后麻烦 她已经接收了 已经穿越的事实 也明白这不是地府 更不是梦境 因为她刚才已经接收了 原主的部分记忆 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别管怎样 老天又给了她一次 重开的机会 她定会珍惜 环顾四周 旁边是一个天然温泉 看来这个男人 是来享受来了 还真是不巧碰到了原主 唉 这倒霉孩子 赶紧从了外袍 进了汤池 啊 舒服 匆忙洗刷一下自己 赶紧起身 打算趁男人还没醒 抓紧走人 路过男人身旁时 还是没忍心一走了之 看男人的样子 应该是中毒了 她俯身爱上男人的脉搏 果然 是个短命鬼 虽然毒很棘手 不过对她来说 也不是不能解 只不过时间太长 不适合线下的情况 叶南希拔下头上的银簪 朝着男人身上的 几处大学渣去 又撕下男人 离一处的白布 写下一个 暂时压制 缓解毒发的药方 姐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就算你给解当解药的报酬了 这药方能保你三年之内死不了 剩下的 就看你的造化了 说吧 她把药方塞进了男人手里 转身就向另一边的山下走去 另一边的清风 由于迟迟未等到 主子发信号 叫她上去接应 不免担心 便上来看看 主子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 主子的衣服怎么破烂不堪 衣不避体 肩膀上还有一处新鲜的牙印 这是被人非礼了吗 不行 不能让主子醒来 看到自己这个样子 她赶紧拿过 身后包袱里备用的衣衫 给主子套上 将将穿好礼衣 主子就悠悠转醒过来 主子 你醒了 你有没有哪里难受 不是 真的没事吗 因为中毒的原因 主子时常会忘记一些 无关己药的事 没事就好 主子 我们下山吧 小沉泽活动了一下身体 发现这次毒发后 身体并没有虚弱无力 正当她要起身 发现手里攥着个东西 借着月光 她打开了布条 看了眼上面的字 应该是个药方 不过这次 真丑 扇的另一边 正在往家走的叶南西 突然打了一个大喷嚏 大概是着凉了 于是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循着记忆中的方向 很快找到了山下的村庄 整个村子傍地而建 三面环山 一山傍水 环境优美 适合居住 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还没等她想好怎么应对 就看见一个小丫头向她扑来 这应该是原主的妹妹 叶木青 她还有一个弟弟叫叶木林 两个孩子是龙凤苔 我这是结了一个什么烂摊子 头疼 月朗星熙 夜风吹过来夹杂着淡淡的茉莉花香 忽而几声缠鸣 却没有扰了这夜的宁静 辗转反侧的叶南西 也捋清了原主的所有记忆 原主叶南西和她同名同姓 十七岁 当朝立部尚书嫡女 性格霸道 名声狼藉 三年前因为外祖家获罪 母亲被父亲苛责搬到偏远去住 母亲受不了打击病倒 没多久就因为一场大火离世了 原主和弟弟妹妹被撵到了乡下 自生自灭 一日 阳光照进房里 床上的人睡得格外香甜 南西妹妹 你在家吗 砰砰的拍门声 吵醒还在熟睡的叶南西 听声音 她就知道来人是谁 正好 她不来 她也要去找她算账呢 原主的死 和她脱不了干系 大青草的叫魂呢 还让不让人睡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娘死了 在救桑呢 南西妹妹 你怎么这么和我说话 大早上的谁惹你了 妹妹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家就没出去 怎么 月儿姐这么说 是在回我明节吗 不可能 她们不可能看错 怎么 莫非姐姐知道些什么 叶南西眼神威眉 上下打亮着林月儿 狗肚子里装不了二辆香油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林月儿 急忙改口 没有 我就是担心你 昨晚见你屋子没亮 还以为你不在家 没想到你睡那么早 是啊 姐姐 以后啊 还是在家早点睡吧 夜路走多了 碰见鬼可就不好了 你说是吧 是啊 妹妹说的对 既然妹妹你无事 我就先回去了 虽然 但是 她总觉得叶南西的眼神怪怪的 怪可怕的 但一想到她平时被她忽悠的蠢样子 又不觉得她可能知道什么 估计就是昨晚发生了什么她不知道的事情 那几个蠢货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真是白瞎了她的银子 叶南西看着她那心虚的样子 不由唏唏 就这么一个蠢货 也能把园主忽悠的团团转 唉 身后传来脚步声 她立即收起思绪 姐姐 是谁啊 看着妹妹顺眼惺忪的可爱样子 有被蒙到 没人 一条到处乱飞的狗 饿了吧 姐姐给你们做饭去 姐姐 还是我来吧 你又没做过饭 一直都是柔嬷嬷做饭 她前天去镇里做工 后天大概就回来了 容嬷嬷还说赚银子回来给我们买肉吃呢 哼 圆主这么好的一双弟妹放着不管不问 竟然还让一个六岁孩子来给她做饭 真是 嫂妮呀 不过她确实不会生火 你帮姐姐烧火就行 饭还是我来做 我以前只是懒得做而已 其实早就看会了 这次让你们也尝尝姐姐的手艺 好啊好啊 姐姐太厉害了 叶南希寻着记忆 果真翻出原主私藏的鸡蛋 早餐只做了鸡蛋饼和糙米粥 实在是没有别的了 家里最后一点面粉也被她用完了 这都过得什么日子啊 不行 不能指望这容嬷嬷那点工钱 她要拿回属于她自己的银子 不能便宜了那两个贱人 叶南希吃过饭 便风风火火的跑去镇领一家疏私 南山书院门口 一群学子说说笑笑走出书院门口 叶南希一眼就看见 人群中穿着一身青色衣衫 长相斯文白镜的男人 就这 原主这是什么眼光啊 这小白脸一看就是个斯文白脸 跟她表妹狼狈为奸骗原主的银子 张胜一眼就看到了叶南希 眼中闪过一抹惊艳 以前没发现原来她长得这么好看 叶南希啊 你怎么来了 张公子啊 你借我的银子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夏矮都快美米下锅了 弟弟妹妹都饿着肚子呢 叶南希此话一出 周围还未散去的学子们 一个个小声嘀咕 这个张生不是一直自诩家境英时吗 怎的还有人家姑娘的钱 人啊 不可貌相 就是 真不要脸 还不还钱自己吃好的 人家借她的银子连饭都吃不饱 还掉个人了 呸 我什么时候欠你银子了 去年六月份 你考进书院 但是没银子交述修 你就拜托你表妹向我借银子 我因为与你表妹交好 也答应了借你五十两银子 但就在上个月 你说你母亲病重 又要交述修 就又问我借了一百两 还说 这个月把宅子卖掉 就还给我二百两 你骗人 这银子是你资源给我的 并不是我借的 张生气急了眼 慌不择言 但反应过来时铁也晚了 旁人一听顿时哄笑 真真是不要脸 还说没借人家姑娘银子 这不自己就说漏嘴了 还恬不知耻的 说人家白给她的 脸可真够大 人家凭啥白给她银子 大家看看 我是不是骗人 再说了 我又不傻 凭什么白给你银子 别难兮展开那张纸条 上面赫然写着 欠条二字 这确实是张生的自己 他经常帮先生腾抄书籍 咱们还传阅过呢 这 这是 你 不用你还二百两 你母亲都要病死了 你呀 还是留着买一副 好点的棺材板吧 你把我的一百五十两 还给我就行了 不是吧 昨天我还看见 他母亲给他送饭来着 推脚好着呢 哪里像是有重病的样子 这也太能扯了 竟然拿自己母亲当幌子 真是丢人现眼 呸 就这样的人 哪里还配在学院读书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快点还银子吧 人家姑娘还等着呢 好意思说人家给你的钱 人家凭啥给你想 凭你不要脸 还是凭你卖餐了得呀 都是李玉儿哄骗园主 说张生学识好 前途无量 又倾慕于他 园主一心想回京城 过回他的富贵生活 于是毫不犹豫的 出钱供张生打点 进南山书院读书 张生无奈 只好先答应给银子 便从身上 口口嗖嗖半天后 勿出十辆银子 想打发了叶南西 剩下的 我跟你回家去去 不然的话 你就跟我去衙门 背个案 不过我听说啊 你们读书人 一旦有了案底 名声不好 可就不能考取共鸣了 这位小哥 能否请你们 一同跟我过去 做个见证 可以 怎么一起过去 倒要看看他今日 是如何解决这件事 张生目光很利地 看着叶南西 但他想不明白 每次看见他 就红着脸跑开的女人 怎么说遍就遍 也不知道他回家以后 怎么和他母亲说的 只见他匆匆走出来 拿着银票 一把塞给叶南西 银票到手的叶南西 也没急着走 他对众位学子 一一道谢 又拿出十两银子 递给刚才的那个小哥 小哥 这个银子你拿着 替我请各位 仗义直言的兄弟 喝个茶 他可不是 忘恩负义之人 这点人情事故 还是要做的 毕竟 能让张生 更不好过的是 他乐见其成 云票在手的叶南西 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 乘衣铺和粮铺 买了好几种粮食 除钱让店家 帮忙送到家里 想到弟弟妹妹 那不合身的衣服 又是一阵心疼 虽然他不是原主 但他既然来了 占了人家的身体 就得替人家着想 不能磕待了他的家人 从今往后 他就是叶南西 渣男贱女的仇 他一定会替原主抱 原主是个大利女 从小他就发现了 叶南西走在回家的路上 总感觉 他好像忘了什么事 算了 不重要 银子到手就行了 现在只有银子 能让他安心 酥酥 安静的临间小道上 两只利剑划破上空 主子小心 保护主子 清风飞身 提剑打落箭矢 随即跳下马车 与前方飞奔而来的黑衣人 打了起来 其他王虎侍卫 围住马车 做出备战状态 剩余人手揭去迎战 清风看着前方 黑压压一片的杀手 足有百余人 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他们的士兵 虽说骁勇善战 却不足敌人的一半 清风斩杀两个敌人后 转身飞向马车 竹子 对方人数众多 咱们恐怕难以应对 竹子 我们留下托住敌人 您驾车先行离开 萧陈泽正在转动 佛珠的手艺队 眼神骤变 煞石 窗帘飞起 手串线断 佛珠直冲黑衣人的眉心 三个还未靠近 马车的黑衣人 瞪着不可置信的眼睛 直直向后倒去 可惜了 竹子不可 寻老交代过 独卫姐之前 不可动用内力 以免经脉孽情 毒素扩散 萧陈泽恍若未听见一般 他一身月白锦袍 领于车架之上 银制面具下 一双狭长的眼睛里 泛着森冷沙意 看着同伴惨死的黑衣人 映着头皮蜂拥而至 躲在树丛后面的叶南西 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则舌 这面具 他太熟悉不过了 这面具男 不就是他的那个解药吗 一群黑衣人 只见身着一袭白衣的男子 背手而立 看不清他的表情 手起刀落筋 一眉翻飞 一朵朵红眉绽放在衣摆 平添一分妖眼 看着黑衣人 一个接一个的倒地 叶南西拍了拍胸脯 还好那天跑得快 要不然又得再死一次 要不要帮帮他 看着解药男 有点体力不支的感觉 随时可能倒下 这要是倒下 不就被扎成刺猬了 最终心软 战胜了理智 他忙看向周围 有了 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而肖沉泽这边 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强行压制体内乱窜的内力 看着面前如罗刹般的男人 剩下为数不多的 黑衣人心生俱异 正在黑衣人进退两难之间 一个个绿色夹杂着白黄色 带着汁水的杂草团 向黑衣人身上砸去 汁水掉落得一瞬间 一股浓烈的一箱弥漫开来 黑衣人一连猛 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只听到一阵异响传来 叶南希赶紧从树后面跑出来 对扶着肖沉泽的清风喊道 出于震惊中的清风缓过神来 意外地听信了眼前蒙面女子说的话 直觉告诉他 此人没坏心 他忙对剩下的侍卫喊道 快撤 说完便扶着肖沉泽上了马车 远处已经传来阵阵汪鸣声 清风意识到那是什么 大喊道 姑娘快上马车 叶南希也没磨叽 直接坐在了清风身旁 他可不敢进马车里 万一被认出来就糟了 在他们刚离开的一瞬 一群马蜂 乌央乌央地飞了过来 和一人躲避不开 疯狂逃窜 惨叫声不绝于耳 清风回头望去 活该 真解气 姑娘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养蜂 等 等吗 当他回过头来 身边却没了人影 人哪 刚才还在他身边的人 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此时的叶南希 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清风停下马车 看着后面跟上来的侍卫问道 你们可曾看见 那个蒙着脸的姑娘 没看到 她不是和您在一起的吗 清风无语 不管那么多了 他赶紧进去马车 看萧陈泽的情况 柱子 你胳膊受伤了 无事 萧陈泽靠着车壁 脸色惨白 清风忙拿出 马车暗格的药箱 撕开萧陈泽的衣袖 胳膊上的伤口血肉翻飞 幸好没伤到骨头 只是这伤口处却隐隐发黑 不好 这刀上抹了毒药 下一副 萧陈泽胸口一闷 嘴角吐出一口鲜血 晕了过去 柱子 这可怎么办 清风急得额头直冒汗 忽然想起什么 忙拿出 贤老给萧陈泽 路上备下的救命药丸 给他服下 简单包扎了伤口 不能再耽搁了 要抓紧回京 看着剩下的十几个人 心里不由悲伤 留下三人 给牺牲的兄弟们收尸 搜集黑人 证明身份的东西 其他人 跟我护送主子回京 原本三日的路程 硬是用了一天一夜 就到了京郊别院 清风早已派人 却把寻老请来 等候在此 寻老 主子怎么样 不是说了 在毒没有压制住前 不要动用魅力吗 怎么就是不听呢 王爷心中的剑木毒 和体内原本的毒 相互抵触 毒性太过霸道 已经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毒 危机之际 只好把毒素暂时压制在腿部 以免扩散至心脉 否则就真的无理回天了 在一年内 如果找不到解毒的办法 唉 寻老说完 无奈转身离去 清风错愕不已 主子今后要不良于行 有可能只有一年的寿命 不 怎么会这样 一定还有办法的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清风呆坐在地 不敢想象主子醒来 该怎么接受这个残酷的事情 主子还那么年轻 战功显赫 本该荣耀加深 却遭遇如此不测 他从小就跟在主子身边 早已把主子当作最亲的人 把主子的命看得比自己都重要 如果可以 他宁愿中毒的是自己 清风 哎 主子 属下在 肖沉泽靠坐在床头 脸色苍白 他伸手从怀里 掏出一个带血的白布 把他交给寻老看看 方才 他已经隐约听到二人的谈话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清风犹豫一下 结果不调 是 属下这就去 想来 主子已经听到他和寻老的话 清风瞄了一眼 肖沉泽没说什么 转身去找寻老 这是谁给王爷的药方啊 寻老激动的手都抖起来 寻老又走进内室 翻越起手闸 寻老神前有些激动 妙啊 妙啊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不过 如若王爷后面 没中这剑木毒的话 这药方可压制王爷体内的毒 至少可以有三年的时间 去找治疗的办法 现在有些棘手啊 这剑木毒 目前无人能解 不过好在这药方还可以暂时压制 你赶快去问王爷 这位高人在哪里 没准他真的能救王爷 果然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哪 像他这药王徒弟 也不及人家分好啊 这一看 就是经验老道的神医 就是师父在世 也不一定会想到 这么精妙的药方 呃 这个 主子可能 也是意外得到的 清风验了一下口水 他好像知道 这药方是哪里来的了 不过 他不能说那天 他看到主子手里的这个东西 要不然 主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不可能 这绝对是将经过量身定制的药方 绝非随便用药 说完 连一个眼神也没给清风 便去配药了 清风一拍脑袋 唉 这都什么事啊 让我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 主子 寻老说这个药方 能暂时压制您体内的毒 让您把神医请回来 说不定 他有办法解您的毒 主子可真厉害 竟然睡了个神医 还得了一张压制毒的方子 这么算来 也不算亏 听寻老说这个方子 能让主子三年内 不受寒毒复发的困扰 萧辰则停下手中的笔 抬头看向清风 看着清风那飘忽不定的眼神 不用猜都知道他在想什么 看来他都知道了 那就好办了 清风 把这张画拿去 把人给本王找出来 清风上前一步 带他看清上面的话 不由张大嘴巴 主子 属下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鬼 勉强能看出来是个女人的脑袋 那脸漆黑一片 除了那两个圆窟窿 和一嘴白牙 其他啥也没有 清风一脸同情地看着主子 这不会就是那个女人吧 主子不愧是主子 这要是她 估计当场就弃绝身亡了 你那是什么眼神 赶紧给本王滚 找不到你就不用回来了 萧辰泽眼神微眯 既然我没死就一定会把她找出来 把皮抽筋 还有害我之人 一个也不会放过 看着萧辰泽那吓人的眼神 清风知道主子正在暴怒中 他还是赶紧溜得好 于是悄悄往门口退去 呼的 急风呼呼 一本书精准无误地砸在清风的钉上 清风连滚带爬地跑出门外 看了看手里的那张画 于是清风踏上了这千里寻鬼路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那个鬼 叶南希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 他逃他追 他插翅难飞 你以为是如此 不 是欲擒故纵 请君入瓮 叶南希看着眼前的三个壮汉 决定就是害女主跌落山坡的三个人 果然够丑 忽然瞥见不远处大树后露出的衣角 他轻鸣一笑 这一下凑齐了 可以一锅端了 今天 他准备再次上山采点草药 以备不时之需 就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一直跟着他 看他在这里一直没走 就回去通风报信 李玉儿这个蠢货 都没看出来 他是故意在这里等他们呢 他就知道 张生和李玉儿不会善罢甘凶 毕竟吃了一个哑巴亏 但他叶南西可不是原主 那么好欺负的 叶南西装作气喘吁吁的 三位大哥 别追了 我跑不动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说呢大妹子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就别挣扎 你把我们伺候好了 舍不定哥几个一高兴 就放你一骂 他们是谁啊 给了你多少银子 我给你双倍 这可不能说 自己想想 你得罪什么人了吗 不过嘛 这银子我们要 这人嘛 我们也得要 大哥们 我告诉你们一个我藏钱的地方 求你们放过我好不好 好啊 那你说吧 那你靠近点 我先告诉你 那大汉考虑了一下 于是便自信地走了过去 像他这样的小娘们 他能一个打十个 如果他敢耍花样 他就地给它办了 在那大汉上前的一瞬间 叶南西手臂向上一扬 大汉来不及躲避 就被糊了一脸的药粉 也吸入了不少 大汉伸手抹了一把脸 你以为一把面狠就能 还没等他说完 就突然不动了 其他两人也上前附和 就是 真是好笑 可还没等笑两声 就笑不出来了 是吗 那就看谁能笑到最后 长得不美 想得倒是挺美 只见那三个大汉看着对方傻笑 上下其手 三人扑倒在地 嘴里喊着 魅人 魅人 想一个 叶南西刚做出来的 令人置换的药 一小点就足以令人疯狂 便宜他们了 在那边看热闹的两个人 听这几个大汉 突然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坐不住了 今天必须要把叶南西弄死 把他的钱拿到手 反正他们人这么多 对付他一个弱女子 简直不要太轻松 突然冲了出来 对那三人道 你们在干嘛 还不快去把那个小贱人给办了 要不然我不会给你们银子的 那三人仿佛没听见一般 此时 张生意识到不对劲 李悦儿还在那里叫唤 他一直就看叶南西不顺眼 嫉妒他长得比他好看 还笑想表哥 那天让他逃过一劫 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他逃了 哟 舍得出来了呀 那就一起吧 叶南西一把扯过李悦儿的衣领 从李悦儿的怀里 逃出那天给他下过的核欢伞 一股脑的都倒进他的嘴里 李悦儿没想过他力气会这么大呀 根本挣脱不开 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顿时惊慌不已 你放开 我 行啊 放开你 说完 就把他推进那三人的怀里 好好享受一下你自己的好东西吧 叶南西瞥了一眼那一脸见了鬼的表情的张生 哼 该你了 张生向后退了一步 亮相着想要逃跑 叶南西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 一早把他踹到那边正在激战的四人组 想到那天 李悦儿骗原主上山说 那天是张生的生辰 让他拿着烟花去山上放 说张生一定能看到 谁知道 那烟花根本就是暴主 把原主绷得满脸漆黑 头发开花 还不小心失足掉下了山坡 嗯 还是轻了 应该让李悦儿也掉一次山崖 不过他活着会更痛苦 哎 还是赶紧走吧 这玩的也太花了 受不了受不了 皇宫 众爱卿平身 谢皇傻 无皇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 今日是陈王的进宫夜 诸位爱卿 不必拘谨 龙座之上 昭元帝一身黄袍 身邪修长 五官深邃 美酒佳肴 思竹绕耳 陈王如今归来 年岁已然不小 这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 李皇后身着一箱大红装 飞断公袍 雍容华贵 见昭元帝面色无异 继续道 据臣妾所知 这吏部尚书的女儿 和陈王可是有婚约的呢 还是陛下您早年间亲口所说 嗯 确实如此 此事 还是泽尔的母妃提及 泽尔已是若冠之年 确实该成家了 之前在外征战 每次提及婚事 都一再推脱 如今身体欠家 更是应该 尽早娶个王妃 回家照顾依儿 这次说什么都要完婚 儿臣淡平父皇做主 萧陈泽自知无法推脱 反正早晚都要娶妻 不过将人娶到手里 他看了一眼皇后的方向 那可就是我说了算了 好 叶爱卿 你可有意义啊 叶剑元身着藏蓝色官袍 身姿挺拔 他从容自若地走到大殿中央 回皇上 小女能嫁与陈王殿下 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臣心甚喜 叶剑云额脚冷汗直下 皇上都这么说了 他能拒绝吗 那不是在打皇上的脸吗 虽然他支持三皇一派 却不想把女儿搭进去 一个残废 怎能配得起他精心培养的女儿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先答应下来 昭元帝瞥了一眼皇后 既然叶尚书无意义 那此事 朕就交给皇后负责 今天见则可吉日 臣妾遵旨 夜上说服 父亲 女儿不想嫁给陈王 叶南宇站在那里低着头 一脸不情愿 我女儿的命好苦啊 怎么就要嫁给那个陈王 这以后的日子 可要怎么过呀 当时拿着手帕在那儿小声哽咽 看着这一个两个的样子 叶剑云一阵头疼 好了 都可我闭嘴 这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除非是陈王毁婚 可见陈王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他还指望着 女儿能一飞冲天呢 原本陈王战功显赫 即使不做储君 也是个有功名在身的王爷 女儿嫁过去也是荣耀一生 可这陈王 今后恐怕就是个妻子了 叶剑云来回夺着布 圣旨这几天估计就到了 他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认命了 父亲 皇上只说让叶家女儿 嫁于陈王 并没有说是哪个女儿 咱们叶家 可不止我一个女儿 叶南语怯懦地说道 对 咱们叶府 可不只有羽儿一个女儿 还有叶南西 那个臭丫头呢 可是这外人知道我们叶府 只有羽儿一个女儿 而皇上虽说没有名说 但也定会认为是羽儿 哎呀老爷 咱们就说叶南西早年间生病 为了养兵一直居住在乡下 毕竟她才是尚书府嫡女 这也说得过去和情和理 再说那件事 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 皇上最在乎是名声 毕竟祸不及外嫁女 皇上也责怪不到您头上来 如果到时候陈王非要追究此事 我们就说 是叶南西自己爱慕陈王殿下 非要瞧羽儿的婚事 自己替嫁过去的 羽儿并不知晓此事 把错都推到叶南西的身上 母亲 这样不好吧 叶南语低眉顺眼 装作无辜的 在她父亲面前 更是要做个乖女儿 羽儿早些去休息吧 母亲就是随口一说 你不用管了 此时父亲和母亲自会拿主意 是 父亲 母亲 女儿就先回去了 叶剑云考虑再三 还是听从了张氏的建议 那这件事就劳烦夫人去罢了 老爷说笑了 什么劳烦不劳烦的 这不是妾身应该做的吗 妾身本就是孩子们的嫡母 操持孩子们的婚事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何来劳烦一说 张氏脸上挂着自以为妥贴的笑容 看着张氏脸上的皱纹 叶剑云引下心中的嫌恶 说了句早些休息 便转身躲步而出 看着她毫不留恋的样子 张氏摸了摸自己的脸 心下不由难过 王爷 您当真同意这件婚事了呀 这明显就是皇后设的局 目的就是想在咱们府里安插眼线的 小安子从小跟在萧承泽身边 近身照顾他的起居 他在外时也把府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是说话时也没个太大的拘束 萧承泽对他也一直多有纵容 叶尚书本就是和皇后穿一条裤子的人 主子 您这次遇险说不定就是皇后的手笔 一记不成又来一记 您和皇上隐瞒回京途中遇险的事 只说自己这是旧疾复发导致 您要是说了 指不定皇上就不会同意这门婚事 反而怀疑皇后了 那又何妨 总归是要有这么个人的 不是他也会是别人 不过就是个棋子而已 他冷静的面容里 透着几分不可查的杀意 他低头看了一眼他的腿 皇后是吗 这次就好好陪你玩玩 想要我的命你还不够格 远明 我属下在 继续去查这次黑衣人的卖家 务必找出证据 另外派人盯着叶家 是啊 沉光稀微 沉寂的临间小道上 偶尔能听见几声鸟叫 驾 驾 一声声驾马的声音 打破了这山林的宁静 只见一辆马车正在匆忙赶路 此时的叶南希正在回京的路上 这次回家绝对没有好事 叶南希本不想跟他们回京 他们的身份文蝶都在叶府 在这个时代没有这些东西 想去别的地方也是寸步难行 在他还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之前 只能妥协 而且他想也知道 到底什么事非要他们回去不可 既然如此 就去会会他们 两天后 叶府 叶南希看着眼前的朱七大门 他刚要下车 却在府里出来一个小厮 快步走到车夫身前 耳语几句 车夫立刻调转车头 较朝后门而去 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何不在这里下车 夫人说了 大小姐的院子离后门近 夫人体恤您赶路辛苦 特地让您从后门进去 这么说 我还要感谢他了 不过今天我还非要走这个正门不可 你去告诉他 不用他体谅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几年 府里有什么变化 刚回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 这是看我好欺负嘛 还不快去 怎么 难道让我和大伙说说 这府里大小姐回家 连正门都不能进了吗 门口小厮看他不好对付 赶忙进去汇报 岂有此理 他真这么说 看来是两年不见 这个臭丫头翅膀硬了 走 先会会这个野丫头 张氏怒不可遏地向大门口走去 他倒要看看 叶南希能翻出什么花来 张氏扭着微胖的身子 身边跟着个褐色衣衫的老嬷嬷 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 南希回来了呀 快快进来 之前还想着让你从后门走能进一些 谁知你这孩子还不领情 倒显得母亲不知礼数了 提娘说笑了 母亲怎么会不知礼数呢 我母亲那可是大户人家出身 怎能和那小门小户相比 再说 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提娘又何必提起呢 门口看热闹的人议论起来 听说这尚书府夫人之前就是个姨娘 主母去世 姨娘上位 好手段 可不就是 现在还为难起人家迪处小姐了 果真姨娘就是姨娘 尚不得台面 虽是小声交谈 可还是隐约传进张氏的耳朵 他此生最恨别人提起她当过姨娘 是姨娘上位 他认出怒火 给方美小四使了个眼送 小四立马心领神会 去去去 都散了吧 这尚书府的事 可不是你们谁都能议论的 小心你们的舌头 这时 一直站在张氏身后的吴嬷嬷 抬头对叶南希不懈地说道 大小姐多年不在家 可能有所不知 夫人两年前就被老爷 抬为尚书府的夫人了 一声脆响 叶南希揉了揉手腕 果然够厚 吴嬷嬷老脸一红 也不知道是被打红的 还是羞红的 他指着叶南希 你 他一直是张氏身边说得上话的人 从张氏做夫人起 就没人给过他脸色 更别说打他了 怎么 还打不得你啊 你以为你也是夫人呢 这有你说话的位置吗 我让你说话了吗 叶南希晃了晃手腕 果然还是打得轻了 一会儿非得找个由头 再来一下 吴嬷嬷被气得哑口无言 看向张氏 希望他能替他出头 还是说 姨娘你就是这么管叫吓人的 哦不 现在不应该叫姨娘了 不过一直叫习惯了 一时间改不过来 姨娘不会介意吧 以前姨娘对我可好了呢 这点小要求 想必姨娘一定会答应的 你说是吧 姨娘 张氏恨不得撕烂他这张可恶的嘴脸 想到还有求于他 不得不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啼笑肉不笑地说 当然不会 南希想怎么叫便怎么叫 那可真是谢谢姨娘了呢 对了 我帮姨娘管救了下人 姨娘也不用谢我 就当是礼尚往来了 想来姨娘以前做小妾习惯了 身边竟是这些 上不得台面的下人 不懂规矩 叶南希才不管张氏什么脸色呢 他这么挑衅他 他都没有发难 看来是有大事求他 所图不小啊 张氏一听这话 差点没起晕过去 你 你 半天都没导致上这口气来 吴嬷嬷赶紧上前帮张氏顺气 好不容易顺过一口气 啪 又是一个大逼的 看那个姨娘气得 都喘不上气来了 姨娘放心 我爹你出气了 真是的 长这么厚的脸皮干什么 打得他手疼 说吧 转身就走了 他要去洗洗手 太脏了 吴嬷嬷捂着老脸 看向张氏 哇哇大哭 求张氏给他做主 气得张氏 反手又给他一个大逼的 没用的老东西就知道哭 叶南希这哪里是教训人呢 这是在打他的脸呢 这个老户还在这儿哭 真是气死他了 吴嬷嬷短短一会儿功夫 就挨了三个大逼的 直接给他打猛了 首先他没惹他们任何人 其次他没惹他们任何人 看着周围无嘴偷笑的家婆 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老脸都丢尽了 叶南希跟着下人来到他们寄住的院落 好家伙 这和正门真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啊 够偏 够破 够没人性 这哪是人住的院子呀 破烂不堪 你一人还有三分脾气呢 他转身出了院子 向大门口走去 南希小姐 您去哪儿啊 夫人吩咐 这就是您之前住的院子 让您先住着 过后再慢慢休憩 您让他自己去住吧 我去门口和大家画个圆 就说咱们尚书府穷的 都没地方住了 迪小姐都要住这漏雨的破屋子 让他们接济一下 等咱们府里有钱了 再还给他们 叶南希边说 边向门口走去 手里拿着个在破院子里 捡的木头棍子 和一个小破铁锅 张氏正在屋里发现怒火 杯子茶壶碎了一地 这个该死的臭丫头 定会将她好看 不饿了 夫人 小四一边跑一边叫嚷 大呼小叫什么 像个什么样子 夫人 南希小姐她 又要去门口 小四把叶南希的话 复述了一遍 快叫人 去给我拦住她 不能让她出去 如果要让叶剑云知道 府里闹出了笑话 她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这边 叶南希刚到大门口 就见五六个家丁 向她跑过来 为首的就是刚才带路的小丝 这是通风报信去了 看来不用着急了 怎么 这是来给我助威来了 哎呀 用不着这么大阵仗 我一个人就行了 南希小姐 你不能出去 你说不能就不能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说吧 绕过他们 静止走向大门 眼看就要推开大门 家丁们管不了太多 只能上前阻止 还没等碰到叶南希 就被她左衣棍子 又一大锅给拍飞 家丁们没想到 这位小姐看似柔弱 不成想竟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大意了 张氏来时 看到的就是这般场景 叶南希何时这般厉害了 如若不是确定她就是叶南希 她简直都怀疑她被人调包了 南希啊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动上手了呢 姨娘不是知道了吗 我这不是想着 咱府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 出去画个圆吗 南希这是说的什么胡话 咱们府里何时 那为何给我住的院子 破成那样也没人修啊 难道姨娘是故意的 怎么会是下人带错了 给你安排的院子 就在雨儿院子处不远 叫听雨轩 你们姐妹住得近 还能做个伴 雨儿去女学还没下学呢 等她回来 你们还能在一起叙叙旧 你有什么需要的 就和她说不要客气 哼 既然姨娘这么说 那我就不推辞了 这就搬过去 接着 把手里的木棍和铁锅 塞给张氏 转身大步离去 叶南希带着众人 来到张氏说的听雨轩 果然 离叶南雨 住的文宇阁很近 可以说 这听雨轩 是附属于文宇阁的 她怎么这么不开心呢 她一不开心 估计就有人要倒霉了 叶南希进去逛了一圈 确实比那破院子强多了 不过嘛 跟文宇阁还是差远了 她带着容嬷嬷进了文宇阁 大声说道 容嬷嬷 你好好看看 是 大小姐 容嬷嬷眼神如激光一般 四处扫射 大小姐 这个红珊瑚百剑 还有这个孔雀屏风 八宝琉璃花瓶 七彩美人斩 红玉雕花梳妆台 白玉香同镜 这些都是夫人留给小姐的东西 现在都在这树狱的院子里 这帮强盗 不要脸的东西 你们要干什么 谁让你们闯进来的 叶南希的丫鬟红袖 掐着腰怒喊 她就上个茅厕的功夫 怎么就进来人了 我们不仅要闯进来 还要拿东西呢 叶南希扒了她的肩膀 一下子把她推出去老远 力气大就是好 容嬷嬷 咱搬 她左手搬着屏风 右手夹着花瓶背斩 容嬷嬷也是做惯了力气活的 力气也很大 搬着梳妆台和铜镜就走 院子里的丫鬟婆子一看 这可不得了 赶紧去找夫人 剩下的人拦着叶南希 他们不让走 叶南希哪会怪着他们 一脚一个 全都在墙根排排队 啃吐吃 她则是大摇大摆 拿着东西 嚣张地走出文宇阁 叶南语回来 就看见墙根的一排人 又看见自己的闺房一片狼藉 那些白剑和她最喜欢的梳妆台 同性首饰都没有了 小姐 是叶南希 她回来了 她把你屋子里的东西都搬走了 奴婢们都被她打了 也没拦住 真是岂有此理 好你个叶南希 你给我等着 叶南希看着自己装点好的屋子 嗯 有那味了 什么味儿 呃 就是像个样子了 至少没那么差 这本就是夫人留下的东西 夫人出嫁那天 真可谓是十里红妆 现煞旁人呢 叶南希也不由唏嘘 看着这些华贵的物件 每一件都很精致 能看出准备嫁妆之人的用心 看来 原主娘亲在娘家很是受宠 嫁妆也很丰厚 自己要想办法都拿回来 留着给弟弟妹妹们用 到了用晚饭的时候 叶剑云已经回来了 直到叶南希他们到了 便通知大家一起用饭 她有事要说 叶南希带着弟弟妹妹们 一起来到了饭厅 见过夫子 叶剑云清下了一口茶 放下茶杯 嗯 目光落在了叶南希身上 长得越来越像她母亲了 姐姐来得真早 想必是饿了吧 叶南语挽着张氏的手臂 款款而来 端得那是一个风情万种 一态万千 大花裙小花黄 一扭一晃真像样 叶南希一个没忍住笑了出来 明明一个小家碧玉 清新秀丽的面容 非要打扮得这么艳俗 殊不知 这是叶南语为了见她 特意这么打扮的 就是为了让她看看 她在府里过得有多好 姐姐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想笑 不过 妹妹这两年没见 确实越发地出类拔萃 姐姐自亏不如啊 确实比不过她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 这么能装 姐姐刚回来 做妹妹的灵照顾一眼 想必姐姐这几年过得一定不好 要不怎么会看上妹妹院里的东西 还把它们都搬了回去 如果姐姐再缺什么 尽管去搬就是了 妹妹宁可自己不用 也会紧着姐姐先用的 叶南语 你的礼数呢 刚回来就惹事 还学会抢东西了 这府里 短你缺你用的了吗 我这怎么能叫抢呢 充其量只能叫拿 而且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你可以问问她 我拿的都是什么东西 可有一样是属于她自己的 强盗当久了 以为抢来的东西就都是自己的了 姐姐这是在说妹妹吗 那些东西不是姐姐还在府里时让妹妹用的吗 难道姐姐忘了吗 我只记得当时是你说你房里的东西不实用 就把我库房里的东西搬走了 事后也只是告诉了我一声 还是在我离府的时候 而我当时也并没有说要送给你就走了 这不问自取便是什么来着 姐姐 是偷 叶木青稚嫩的铜声响起 一副姐姐你快夸我的表情 对 我们亲儿真棒 这个道理连六岁孩子都懂 二妹妹不会连个孩子都不如吧 那是妹妹当时误会了 没和姐姐说明白 是妹妹的不是了 她攥紧了手里的手帕 指甲都欠尽手心也不觉得疼 这个叶南希不像之前那么好忽悠了 怪不得母亲说她变厉害了 她当时还不信 线下却是有几分相信了 不过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要乖乖受她们摆布 你一句不是就完事了 那我的东西你用了这么久 怎么着都得有折旧费吧 哎呦都是自家姐妹 什么你的我的 都是一家人 不说界外的话 你说是不是啊老爷 哼 有什么可吵的 既然人到齐了就用饭吧 饭后都先别走 说完 不愿地偏了一眼叶南宇 叶南宇感受到了叶剑云 对她的不满 心虚地低下了头 叶南希翻了个白眼 哼 这新眼子都偏到太平洋了 到了叶南宇这 就一句话带过 我就是不知礼数了 饭后 叶剑云直起周岸上的一盏茶 轻轻撇去浮沫 对一旁的管家吩咐道 去把圣旨请出来 叶南希都无语了 这普摆得还没完没了了呢 赶紧说正事 说完 她还要回去补眠呢 这几天一路颠簸都没睡好 不小片刻 管家攻身 双手托着一个明黄色的圈肘 恭敬地举过头顶 叶剑云静手后 双手拿过圣旨打开 南希 你过来一下 叶南希不明所以 这是什么意思 感情这圣旨和自己有关系 这是赐婚圣旨 等等 你不会想说 这赐婚对象是我吧 你也不用一脸的不情愿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能嫁给陈王殿下 那是你的福气 陈王 那不是妹妹的未婚夫吗 她上前一步拿过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自闻立部尚书之女 温良贤淑 品貌出众 以太端方 正闻之甚悦 金城王已若贯 当则贤女配之 后面都是些赞美之词 以及婚礼事宜 她没继续往下看 这圣旨上可没说明 是尚书府哪个女儿 凭什么是我 再说了 叶南希不是自诩 是尚书府的嫡小姐吗 现在谁人不知 这尚书府只有一个大小姐 就是叶南希 你们不是早就把我 提出府去了吗 什么这是我的婚事啊 这明明就是你们 不想把叶南希 嫁给陈王 想钻空子 让我替嫁 婚期定在十日之后 这些天就不要出府 安心代嫁吧 想不想嫁 可不是她一个 黄毛丫头说了算的 为了不让这件事情 涂生变故 她特地暗中 找皇后娘娘商议此事 让青天剑 把婚期定在了十日之后 叶剑云说完 离了离衣服 甩了下袖子 转身就走了出去 这圣旨赐婚 那都是嫡女 而南希 你才是咱们府里的嫡女 见张士还要继续说 叶南希转身 带着弟弟妹妹们就走了 连一个多余的眼神 都没给她 话说到一半的张士 差点没被噎到 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贱人 总有她哭的时候 回到院子后 叶南希越想越不对 默默 你去打听一下 这陈王是什么情况 对了 要瞧瞧去 容默默听后 立即起身出去 小姐现在没有倚靠 她也知道 这么好的侵蚀 是不会落到 她家小姐头上的 毕竟 有叶南雨在前挡着 既然推给她家小姐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真是欺人太甚 主子 是否有属下 叶探叶尚书府啊 最近他查探到 上次袭击主子的黑衣人 就是江湖第一杀手组织 雪影楼的人 发现和他们有过接触的 就是吏部尚书 叶剑云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不用 你继续盯着雪影楼 找出他们楼主的踪迹 是时候清理一下蛀虫了 是 属下领命 说完 急匆匆夺步而去 小安子 把那个药给本王拿过来 萧陈泽望向窗外 夜黑方高 很适合 哪个 王爷不是刚用过药 我记错了 萧陈泽一个眼刀飞过来 吓得小安子一哆嗦 难道是那个 就是那个 王爷不可 那个药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使用 用药服用过后 可短时间让双腿恢复 可一个时辰过后就会失效 并消耗大量体力 耗损心神 许卧床数时 对王爷的身体极为不利 许哪 听到萧陈泽 铁了心要用 小安子只好去身后架子的暗格里 将药拿出来 犹犹豫豫地递给萧陈泽 萧陈泽接过药瓶 到处一粒褐色的小药丸 毫不犹豫地扔进嘴里 不消片刻 便站了起来 穿上小安子给他准备的夜行衣 借夜色隐匿于黑暗之中 六月的天气 温度已经开始上升 夜晚闷热 下风吹过 却没有带来丝毫清凉 在床上的叶南希翻来覆去 像烙饼一样 他只穿了个肚兜和底裤 虽然凉快了很多 但他还是好怀念现代的空调 做梦都想吹凉风吃西瓜 我才二十六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我也想要甜甜的恋爱啊 扎心啊 虽然刚穿过来 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现在又要嫁给一个陌生人 渐渐地困意洗血而来 夜南希看见了家里的冰箱 太好了 他急忙奔向前去 想先拿一瓶冰镇饮料解解渴 因为跑得太快 不小心撞到了冰箱上 眼看冰箱砸到他的身上 碰了一声 这也太沉了 谁来救救他 夜南希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猛然睁开了双眼 这月亮挺圆的 星星也挺亮的 这窟窿也挺大的 我靠 什么情况 这屋顶怎么漏了 这个张姨娘果然没安好心 不对 她感受了一下身上的重量 看了过去 一个黑不隆隆的不明物种 正趴在她身上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她的耳边 得 还是个喘息的 借着月光 她扭头看向身侧 男人线长浓密的睫毛 留下一片阴影 在罐之中若隐若现 光着眼睛就秒杀众人 鉴定完毕 是她的菜 这大半夜的 天上掉下个蒙面美男 难道老天爷听见她的心声 要给她来一场甜甜的恋爱 不过这方式嘛 够直接 她喜欢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她是不是会掐我的脖子 让我不要出声 是不是也像我上次一样 中了药 雪儿来当解药 这是有因必有果 暴影来找我 不过她可以躺平 你不用怕 我不出声 来吧 萧陈泽刚从这短暂的发蒙中 清醒过来 就听到这样一句话 瞬间被雷得外焦里嫩 该怕的不应该是她吗 萧陈泽怕个锤子 哎 你不难受吗 需不需要我帮你解决一下 叶南希决定 还是帮她一把 她也只是过过嘴瘾 真让她自己上 她就怂了 她可不想耽误了人家美男 几个春毒对她来说不难 随后便开始在自己身上 翻找她之前 别在衣服上的绣花针 看着叶南希 要宽于结代的模样 萧陈泽嘴角一阵疯狂抽搐 再拖就没了 她拧过头去不看 她怕再看下去要流鼻血 住手 这个女人把她当成什么人了 她应该没来错地方啊 意识到自己只穿着内衣的叶南希 赶忙去拿放在一旁的衣服 却没太听听男人说了什么 只听见一个手字 手 她听得瞬间张大了嘴巴 不是吧 这大兄弟 人还是有点底线在的 竟没有直接来用的 叶南希从男人的腹肌处 一路向下看去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 摇摇头 我不用手也可以帮你解决 不过前提是你别压着我的衣服 好歹让我把衣服穿上啊 叶南希伸手 把她扒拉到一边 拽过她的衣服赶忙穿上 看得大兄弟不敢看她的眼神 就能看出来她多少有点变态 她也不知道这大半夜会来人呢 萧辰则差点被她气吐血 亏她想得出来 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她这是掉进了盘丝洞吗 她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女人 不对 是除了那个乌漆抹黑的女人之外 她吸着气 忍着左腿的剧痛爬了起来 盘坐在床上 打算调理好气息赶紧走人 就见叶南希拿着绍花针向她扎来 你在干什么 当然是帮你啊 不 我没事 只是腿受伤了 不需要扎针 原来是误会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你 叶南希收起了她那满脑子的黄色肺料 尴尬的都要用脚趾扣出三十一厅了 为了缓解尴尬 叶南希起身去点蜡烛 微光浮过 这才看清床上有血迹 只见萧辰则左腿被划破 鲜血涌出 衣服上沾满了鲜红的血迹 不过刚才屋里太黑 她又穿的黑色衣服 一时没有发现 那个 大兄弟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要是早点说 我也不至于想多了 萧辰则也甚至不是这个女人的错 是自己躺透了人家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你也不必自责 我看你来这里是有什么目的的吧 我不会出卖你的 因为我也不喜欢这个家 这里没人振兴待我 我巴不得他们出点什么事呢 叶南希开始POA她 她可不会让自己吃亏 还有啊 我医术很好的 我帮你包扎吧 说完 找出她自己特制的金创药 就要给萧辰泽包扎 由于没有纱布在手 她想了想 只好去柜子里 拿出她的白色棉布肚兜 你放心 这个我没穿过 而且是洗过得很干净 现在没有别的了 你将就用吧 萧辰则无语了 她没见过哪个女儿家 是像她这样的 这么的 不拘小结 她拿过金创药 撒在伤口上 正想扯下自己的一块衣服 用来包扎 就见叶南希过来 直接把她手里的那块布 附在她的伤口上 你身上的衣服已经脏了 用来包扎伤口会感染的 看着叶南希动作飞快地 替她包扎着伤口 她猫着腰 对着自己身下的腿 表情认真 随着她绕腿包扎的动作 一领处若隐若现 一片盈白 萧辰则飞快一看目光 生怕被她看见 大功告成 还挺好看的 萧辰则目光移向她的左腿 只见上面 一个绣着兰花图案的肚兜 绑在伤口处 还用绑带打了个蝴蝶结 就挺意外的 是不是很符合你的气质啊 不用谢 萧辰则无语 她亮枪起身 一拳一拐地走到窗口 打算出去 多谢 正要开窗时 一只嫩白的小手伸到她面前 萧辰则一脸不浅地 看向手的主人 看着男人那疑惑的目光 叶南希翻了翻白眼 我说大兄弟啊 你看我救了你 还给你智商 又帮你隐瞒 你说你是不是应该 叶南希见她那副 要吃人的眼神 无奈叹气 只好明说了 哎呀 就是银子啊 你不得表示一下嘛 况且你还砸坏了我的屋顶呢 这修屋顶可要不少银子呢 银子他有 他伸手再换了一套 拿出一把银票 幸好小安就在他临走时 给他塞了一把银票 回去给他加个鸡腿 看着萧辰泽手里的银票 叶南希眼睛都直了 只见他把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够了吧 够了够了够了 对了 这瓶金疮药送你了 老你不留吧 叶南希也不是那小气的人 那百两面额的银票 目测得有好几张 叶南希看他就要走了 急忙道 大兄弟 没事常来呀 我这什么药都有 帮你要到病出 手里拿着银票的叶南希 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 足足有五百两 以他对这个时代的了解 五百两可以买一个小宅子了 不错 突然觉得可以多来几个这样的大冤种 凌乱的床榻 血雾的床单 丝毫不影响他此刻的好心情 收拾起来也格外的卖力 正当他打算把碎瓦片用床单裹起来 扔到床下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一块白色的东西 拿起一看 是一块月配 看着质地和圆润的手感 他不禁感叹 哼 好东西啊 捡到饱了 这应该是那个蒙面难掉的 不过现在便宜他了 躺在床上的叶南希 手里捧着玉佩 抬头望着星空 突然觉得这样也挺好 既能欣赏夜景 又挺凉快的 萧陈泽一路狂奔 回到王府 今天也不算白跑一趟 至少知道了 叶剑云的书房果真有猫腻 他本来已经进去准备去找机关 却不想 叶剑云突然回到书房 他不得已从后窗跳出 为了不惊动巡逻的家丁 只好先到别的院子躲避 却因为腿偶尔失利不受控制 不小心彩空瓦片掉了下去 还被瓦片划伤了腿 王爷 您可算回来了 奴才都担心死了 王爷 您这是受伤了 他有些不确定 因为这东西也不像是 包扎伤口用的呀 更有点像 他不敢说 他怕挨揍 难道王爷去了那种地方 去拿干净的西部过来 王爷 用不用叫寻老过来给您看看 喂 小伤而已 已经上过药了 小陈泽边说 边解下包扎伤口的布 王爷 这是 农才没看错吧 这是女子的肚兜 我肯定没看错 难道王爷深夜 不惜吃药也要出去 是为了见某个小娘子 王爷这是开窍了 太好了 我是不是就要有小主子了 瞧着小安子那神游天外的表情 他也懒得解释 把这个拿去扔了 小安子刚有结果 只见萧陈泽又收回了手 算了 你去打盆清水进来 小安子也松了口气 赶忙打好水端到屋子里 转身巧声出去 还不忘把门带上 然后无嘴偷笑 原来我们王爷还有这样一面呢 屋内的萧陈泽 一脸难为情地站在水盆旁边 闭着眼睛清洗好肚兜 挂在了屏风上 不再看他 第二天 叶南希神清气爽地 在宴子里做着拉伸动作 听着容嬷嬷讲他打听到的是 什么 是个瘸子 还是两条腿都不行的那种 也不知道第三条腿还行不行 叶南希摇摇头 我在想什么呢 行不行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老奴还打听到 陈王他 他好像那儿也不行 而且 传言好像要命不久矣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听说陈王自从受伤以后 就脾气暴虐 性格极差 哦 这样啊 鞋子 不能人道 命不久矣 还是个王爷 家大业大 这是好事啊 嫁过去就守寡 不仅能继承家业 还能混个头衔 更能摆脱业家 他可以嫁 太好了 我嫁 我这就找张师算账去 哦不 是商讨嫁账去 叶南希疯疯火火地就出了院门 留下容嬷嬷呆愣在原地 一度怀疑他可能听错了 小姐 等等我 你听我说 周嬷嬷一路小跑去追叶南希 一娘 你在吗 叶南希趴在张师院门口大声叫道 张师正在喝汤 突然被叶南希这一声喉给呛倒了 这个死丫头 大早上的就给我添堵 叶南希可不管那些 也不等张师叫他进来 他就自顾自地进了屋子 坐在张师的对面 拿体中还没用的 瑶柱吉思粥就喝了起来 味道一般啊 有点香 南希大清早的过来 有何事啊 也没什么事 就是来找姨娘商议一下嫁妆的事 看来她这是同意这门婚事了呀 只要不闹就成 这不是也挺好拿捏的吗 嫁妆都已经准备好了 南希只管安心代嫁便是 咱们尚书府是不会亏待你的 哦 咱们府里又给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啊 那感情好 把嫁妆单子拿来我看看 姨娘应该没意见吧 没有 怎么会呢 乌嬷嬷 你去娶过来给南希过目 张师心中大梦 什么叫幼 难道她还有别的嫁妆 张师还没从刚才的事情中回过神来 嫁妆单子就被娶了回来 这都是姨娘精心给你准备的 都是按照嫡妆的嫁妆台数 只多不少 叶南希打开一看都气笑了 什么衣服 被褥 鞋袜 屏风 床榻 没一件值钱的东西 估计都是库房里积压的旧物 充台面都是够了 真拿她当二百五呢 我俏丽吗 南希当然是个美人了 要不然怎会入得了皇家的眼 既然姨娘给我准备的嫁妆 我已经看完了 那么该把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给我了吧 张师气劫 原来在这儿等着她呢 那些东西 她还要留着给羽儿做嫁妆呢 南希啊 你也知道 府里这些年不景气 你父亲那点俸禄 根本就不够用的 所以 所以你们就用了我母亲的嫁妆 你怎么不用你的呢 你是知道的 姨娘当年也没什么嫁妆 姨娘既然做了这尚书府的夫人 就要为府里绸缪 我娘当年管家时也没说要用嫁妆度日啊 看来姨娘你不行啊 总之 嫁妆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也无需多言 那就让你的宝贝女儿去嫁吧 没准用不了几天 就白发人送黑发人咯 张师被叶南希的话气得眼冒金星 眼看就要晕倒 吴某某联盟把她扶起背了回去 不是吧 这也太没用了吧 叶南希看出来她是装的了 不过她不准备拆穿她 先由她折腾去 张师离开屋子后立刻睁开了眼睛 她就是故意装晕 她要回去找雨儿商量一下对策 叶南希手里颠着包子 大摇大摆走出张师的院子 下一站 文宇阁 妹妹好雅兴啊 嗯 这两只鸭子绣得不错啊 姐姐真会说想 这是鸳鸯 是吗 那可真是姐姐眼拙了 这是送给姐姐的 姐姐大婚 妹妹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只有这绣工还算看得过去 谁说妹妹没有能拿得出手的 我还缺个丫鬟 不如妹妹送姐姐一个吧 姐姐想从妹妹这里要走谁啊 妹妹这里的人都笨手笨脚的 怕是入不了姐姐的眼呢 其实也不是要 而是这个人 本来就是我院子里的 现在我回来了 这人自然是要回来的 姐姐说的可是懒怨的丫头 不过这丫头 我现在可喜欢的姐 派了重要的活计给她 恐怕不能如姐姐的愿了 妹妹难道是贵人多忘事 可还记得 你还欠姐姐赢钱呢 毕竟白用人家东西 这么多年 说出去也不好听不是 姐姐连这也要计较 岂不是小家子气 我就是计较你能奈我何 且大度 那也是要分人的 你说我这嘴啊 从小就不听话 一会儿出门 要是不小心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话 妹妹就倒没听见吧 话音未落 叶南希就要转身离去 看谁先绷不住 姐姐等一下 妹妹同你说笑呢 既然姐姐开口了 妹妹怎会不应 红秀 却把懒怨的丫头带过来 叶南宇吩咐道 真是小看叶南希了 不能让她出去胡说 否则指不定怎么编排她 不过是一个丫头而已 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 这好吧 红秀见叶南宇 并没有阻止的意思 便带着叶南希 一起过去了 叶南希跟着红秀 来到懒怨做工的地方 是在后院的江洗房 满院晾晒的衣服 还有正在江洗的婆子 却没有看到懒怨 正当她准备 喊懒怨名字时 一道刺耳的辱骂声响起 还伴随着东西倒地的 声音 你个贱丫头 走路不长眼睛吗 一个身穿蓝色短打 包着头巾的脖子 正指着一个 畏畏缩缩的小丫头训话 是你自己不小心 转过来的 不管我的事 说吧 就抬手向南月打过去 只是这手 却僵在了半空中 啪的一声 南月闭着眼睛并没有躲 但发觉 预想中的疼痛 并没有到来 她抬眼看去 不确信地 又揉了揉眼睛 小姐 是你吗 你真的回来了 蓝月没有做梦吧 是我 你将小姐我回来了 叶南西晃了晃 刚打完人的手 这手劲是越来越大了 看看 牙都给人家打掉了 你凭什么打人 打你都是轻的 你应该庆幸我只是打你 而不是剁了你的手 至少这个府里 我是主子 你是奴 叶南西不再理会婆子 她拉过蓝月的手 走 跟我回去 这鸭头太瘦了 瘦得好似一阵风就能吹倒 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 最让她心疼的是那双手 红肿粗粒都是破口 哎 小姐 努必真的去收拾东西 不要了 给你买新的 咱们现在就走 不过是一些破烂衣衫 不要也罢 叶南西冷眼看着红秀 回去告诉妹妹 妹妹已经急急 也快要嫁人了 那两只鸭子啊 就留给她自己用吧 说完 拉着蓝月的手就要出门 她怕再不走 她就要去撕了叶南语 那个虚伪的小白脸 红秀回去看到张氏来了 到底是没敢转达这句话 她怕小姐把气都撒在她身上 玉丸 叶南西那臭丫头 打起了那些嫁妆的主意 那些本是娘要留给你的 现在要是不拿出来 她就不嫁 可怎么办呢 叶南语眼眸微眯 眼里闪过一丝惊光 她附在张氏耳边 母亲 您这样说 当时笑意盈盈地走出了文宇阁 一感来时地愁容满面 这边 叶南西带蓝月回了听雨萱 给她找了一套衣服 让她去洗漱换上 容嬷嬷去断些饭食过来 哎 好 小姐可算把蓝月这丫头 给领回来了 这是夫人在世时 给小姐安排的人 最是忠心 小姐终于长大了 明白了夫人的良苦用心 蓝月洗漱出来 叶南西瞧着蓝月的样子 一下就清秀了不少 哼 我们蓝月还是个小美人呢 你先用饭 一会儿咱们出去 给你置办点衣服 小姐不用了 我穿这个就行 也不等蓝月同意 不由分说 拉着她就出门了 叶南西带着蓝月 来到离尚书府不远处的城南 这里有个集市 即使不是赶集的日子 这里也热闹非凡 街上商贩吆喝 百姓生活富足 一片热闹景象 叶南西先去带蓝月 买了几身衣裳 又给弟弟妹妹和容嬷嬷 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回去的路上 碰到一群人围在路边 指指点点 叶南西见状 领知蓝月也想挤进去看看 这要的也太多了 谁能买啊 再说 这长相也一般 姑娘 要不你就少要点 兴许就会有哪个富贵 人家买你回去了 只见一个穿着灰色麻布短打 梳着一个麻花辫 圆圆的脸盘 身材有些壮硕的姑娘 跪在地上 身前有张白布 写着卖身葬母 要价二十两银子 众人都认为要的太多了 却她要少点 那姑娘却并没有改变主意 依旧跪在那里 低着头一动不动 真是个巨强的丫头 叶南西摸了摸自己 刚鼓起的荷包 还没无热乎呢 哎 又要损失二十两了 也不是她圣母 而是这个姑娘 有种韧劲 她身边也确实缺人手 啊 二十两给你 你先去给你母亲 买个好点的棺材 赶紧下葬吧 如梦猛地抬起头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才刚来 就有人把她买下了 而且是个年轻的姑娘 她拿过银罪 认真说道 谢谢姑娘 请问姑娘尊姓大名 家住在哪里 我叫叶南西 住在叶商叔府 这钱你先拿去用 我不用你非卖身为奴给我 叶南西并没有趁人之危 且看这个姑娘会怎么办 如果来找她 这姑娘必是一个 懂得感恩的人 不会背叛她 拿二十两银子 换来中心的人很值得 如若过来也没关系 是她自己眼中 怪不得别人 谢谢姑娘 如梦再次败谢了叶南西 随后推着身后的板车走了 看着消失在街尾的如梦 懒悦不解道 小姐 您为什么要帮她呀 也没有牵下卖身器 万一她不会来呢 这银子岂不是白花了 不会 我相信她 走吧 我们还得去趟药铺呢 看着叶南西在药妇熟练地 抱着药买的药材名 蓝月大吃一惊 小姐 您什么时候还会医术了 哦 在乡下去山里时 碰到一个老神医 她看我天赋异禀 就说我为徒了 哼 你家小姐我厉害吧 迟早 身边的人都会知道 她会医术这件事 所以她提前想好了理由 信不信就随他们去吧 还得想个办法弄一副银针 只是这药库都没有卖的 叶南西还在想去哪里找银针 刚迈进府里大门 便看见张氏火急火燎地向她走过来 人还没到地方 就先喊了起来 南西呀 你可算回来了 府里出大事了 这张氏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从她回来才几天的时间 她就没消停过 姨娘 怎么了 是你家双亲辞世了 要不你怎么这么着急呢 你 你这个 当时指着叶南西 气得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还是吴嬷嬷给她使眼色 她才吻下来 先不和这个死丫头计较 还有正事没办呢 你这孩子 这话可不能乱说 是咱们府里的事 你不是说 要你娘的嫁妆吗 姨娘思来想去 还是打算拿给你 虽然用了一部分 但大多数还是在的 本来打算去库房整理一下 结果你猜怎么着 哎呀 这库房不知何时竟然被盗了 哎哟 眼 接着眼 花花肠子可真多 没关系姨娘 我有办法 今天太晚了 你先回去休息 把心放在肚子里 啊 你能有什么办法 叶南希 奄然一笑 并没回答 对了姨娘 我的屋顶漏了 记得叫人来修啊 说完 带着揽月 直接越过张氏 扬长而去 张氏一愣 屋顶 夜晚 张氏的右眼皮子 一直在跳 他心里更是不安 夜里噩梦连连 索性挤了个大枣 正当他准备睡个回笼觉的时候 管家突然急匆匆地跑过来 夫人 不好了 大理寺来人 说是来办案的 办案 办什么案呢 叶剑云还没回来 容不得他多想 他不得不赶紧过去 叶夫人 在下 大理寺城里 大理寺接到贵府的报案 特来此询问 报案 我们尚书府 并没有报案呢 李大人是不是搞错了 是我 姨娘不是说 家里库房被盗 我娘的嫁妆都没了吗 想着姨娘太过操心 操劳过度 我就想着 替姨娘分担一些 今早就去大理寺报了案 本想着去衙门的 可转念一想 父亲可是朝廷重臣 就先行去了大理寺 没想到大理寺少卿王大人 一听是尚书府的案子 二话不说 就派人来了 姨娘一说 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王大人呢 叶南西不急不缓地说着 听得张是额头冷汗直冒 手都直不住地打着哆嗦 东西哪里是被盗了 就在她院子的库房里呢 哎哟 你瞧瞧这事闹得 怎么还曝光了呢 本来没多大的事 南西啊 姨娘正想找你说这事呢 嫁妆找到了 上月初啊 库房漏雨 许是怕弄坏了嫁妆 我又不在府里 管家呢就擅自做主 把东西挪到别的院子去了 姨娘把这事给忘了 又正巧管家这几天回老家不在府里 所以一时没想起来 还以为是被盗了呢 说来这事也怪姨娘太糊涂了 你说说你这孩子 这么着急干什么 闹了笑话不是 姨娘没有嫁妆 当然体会不到这嫁妆丢了的心情 还好姨娘想起来了 要不然我还以为是姨娘 撕吞了我娘的嫁妆 不想给我呢 差点让人看了笑话 你说是吧 姨娘 是啊 姨娘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不会最好 我啊 已经去官府 把我娘的嫁妆单子记录在案 也省得姨娘操心 李燕在一旁瞪大了眼睛 她好像明白了 她就是被请来看一出戏的 这个叶小姐看来不一般呢 那她现在是否该撤了 还没等她说话 叶南希就开口道 李大人 实在是抱歉 害得你们白跑一趟 小女子真是深感愧疚 不过还是要谢谢您的 还好你们来了 要不然姨娘估计 也不会想起嫁妆在哪 叶南希今日 穿着一身血白长裙 青石粉带 本就搅好的面容 更显得明艳动人 李燕本就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被姑娘家这么一丢 脸煞是微红起来 叶小姐客气了 说是在下的执作所在 没什么麻烦的 既然无事 在下就先告辞了 如果叶小姐再有任何困难 都可以来找在下 哎 李大人 下次有机会请你喝茶呀 南希真是好手段呢 姨娘过奖了 南希哪能比得过你分毫 是吧 叶夫人 哼 姨娘是要看嫁妆去吗 正好我们一起去 走吧 叶南希上前拽了这张事就走 一点也不给她反抗的机会 正当张事又想装冤的时候 就听叶南希悄悄趴在她耳边说道 姨娘 我听说这容易晕厥的人啊 只要拿三寸长的银针 往人中上使劲那么一扎 死人都能给扎得活过来 叶南希边说 便拿出一根三寸长的缝麻袋用的大麻针 在张事眼前晃了一下 吓得张事这次是真想晕了 却又不敢放松警惕 她要是晕了 叶南希真能干出拿针扎她这事 说话间 叶南希已经带着张事来到她的库房门后 姨娘赶紧把门打开吧 张事在原地愁愁不定 不打算开门 姨娘这钥匙不会弄丢了吧 对 南希你怎么知道 都怪姨娘不小心 张事话还未说完 那两扇破门应声而开 叶南希服了服衣袖 不带走一粒灰尘 看这不就结了 这回呀不用麻烦姨娘了 容嬷嬷 把我娘的嫁妆单子拿过来 过来对照一下 看看有没有缺的 正好姨娘在这儿 少东西的话 可以问问姨娘 是 小姐 说完 容嬷嬷就开始一件一件的对照 张事在一旁挤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这可如何是好 那可是缺了不少东西啊 她给乌嬷嬷使了个眼色 乌嬷嬷立刻明白 转身就去找叶南瑜 叶南希正在架子跟前溜达 看见了张事的小动作也没理会 来两个 她就对付一双 突然 她在一旁架着上 看见一个黑色手掌大小的盒子 出于好奇心作祟 她打开看了一眼 箭里面是一个黑色的布袋子 解开袋子口的抽层 是个类似于裹着银针的布卷 摊开一看 果真是银针 而且品质极好 是一副难得的上好银针 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这回不用愁了 说嬷嬷 这副银针也是我娘用的吗 夫人一年幼时身体一直不好 在夫人十岁那年 国公爷带着夫人去了悬一谷 悬一谷谷主是国公爷的旧相识 夫人便留在悬一谷养病 遗住就是四年 直到十五岁才回来嫁人 而也是那年有了小姐你 所以 这副银针真是我娘用的 我娘她会医术 可在我印象中 从未见过娘亲她有银针治病啊 确实没见夫人用过 老奴也不知道夫人她到底会不会用 夫人自那里回来后就郁郁寡欢 每天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就是对着这副银针发呆 没过多久就和叶尚书成亲了 从那以后就没再见过这副银针 叶南西府摸着那套银针 心里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怎么觉得这里面有点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容嬷嬷你看好了吗 可有缺了什么 哦 看好了 小姐 这里面可是缺了不少东西呢 至少有三成东西不见了 哦 姨娘 给我个解释吧 要不然还得麻烦人家李大人再跑一趟 南西啊 你看我之前也和你说了 打住 我不想听你在那边瞎话 我只要我的嫁妆 再有几天 婚期就到了 我想姨娘也不想出什么差错吧 我也不想为难姨娘 既然姨娘拿不出那些嫁妆 那就把他们折成银子给我吧 省得被人说我不近人情 叶南西 你别太得意 你别忘了你娘还在 那又如何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就敞开天窗说亮话了 你们已经用这个理由 把我从乡下逼回来替嫁 我也答应了你们 是你们做得太绝 非要扣下我娘的嫁妆 你以为 我还会再受你的威胁吗 想必我娘在天之灵 也不会愿意看到我如此受委屈 大不了就与死网破 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叶南与见状 并没有慌张无措 反而拉着张势小声道 母亲 你就先把东西还给她 不是母亲不想给 而是那些东西 我都给了你舅舅 让她拿去打点了 姨娘想好怎么应付我了吗 如果没想好 不如 我给姨娘出的主意如何 什么主意啊 容嬷嬷 你把缺的物件列个清单出来 然后估算一下价值 哦对了 别忘了那些个古董类现在可是升值了 可不能按以前的价钱估算 老奴省的必定好好估算一番 夫人当年那些嫁妆她最是清楚了 那都是老夫人带着她一起置办的 姨娘 容嬷嬷已经算好了 一共是六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两 看在姨娘你的面子上 再给你抹个灵头 装嬷嬷 给姨娘去掉八两 不用了 你留着吧 还是姨娘大方啊 所以是现银还是银票啊 去把银票拿来 吴嬷嬷嬷了一眼叶南希 能让张氏吃别的可不多 不一会儿的功夫 银票取来了 叶南希打开一看 才两万两 当时就不干了 哼 姨娘在和我说笑嘛 但我不识数啊 南希啊 姨娘就这么多银子了 一时间也愁不到那么多呀 不如你再宽限几日 等你嫁过去 有没有命活还不知道呢 银子你就别想了 那就一月为期 姨娘签字按手印吧 随即 从怀里拿出一张纸 在上面填上数额 一把拍在张氏面前 张氏看着面前的欠条一脸猛 原来这个臭丫头 早就设了个套 让她往里钻呢 这欠条都准备好了 南希看着张氏那张难看的脸 不得不小声安慰道 母亲就不妨先签了 左右叶南希也没机会找你要银子 若是不签 她闹得满城皆知 父亲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她不能让这桩婚事再出意外了 必须稳住叶南希 叶南希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不过她不怕 既然她敢嫁 她就有退路 但是临走之前 必须要让张氏出出血 叶南希拿着张氏签好的欠条 大摇大摆地路过张氏身边 姨娘别忘了 把这库房门修理一下 叶南希刚回到天宇轩 就听门房来报 说有一个姑娘来找叶南希 描述了一下长相 蓝月高兴地说道 小姐 是那个姑娘 她果真来了 嗯 你去把她领进来吧 看来她看人的眼光还不错 看着眼前略有些魁梧的姑娘 依旧是昨天的那身打扮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叫如梦 如今无父无母 家里有祖母和大伯一家 不过和奴婢无关 现在奴婢是小姐的人 以后任由小姐差遣 不用多理 为何会过来 你可知 即使你不过来 也没有人强迫你 奴婢既然已经卖身于小姐 又怎能言而无信 是小姐信任奴婢 奴婢别的不懂 但知恩图报 是我娘从小就教我的 奴婢也不想再回去那个家了 还请小姐收留 奴婢做什么活都可以 说完 又是对着叶南希行了一礼 递上自己的卖身器 既然你选择跟着我 我也不会苛责你们 卖身器我先收着 一年后就会还给你 而你到时是去是留 自己决定 你每个月在我这里 也会有工钱 只要不背叛我 好好做事 我不会磕呆你的 如梦一听叶南希这么说 更觉得自己来这里是对的 小姐人真的很好 她以后 一定会为小姐马首是瞻 你以后就和蓝月住在一起 跟在我身边 有任何事都可以提前和我说 话音刚卧 便听到大门口 一阵车吹打打的声音响起 小姐 是陈王府过来送聘礼了 不过来的是陈王府的管家 和一个公公 东西放下就走了 蓝月出去看了一圈 回来说道 不过看张姨娘的样子 好像并不开心 打开聘礼箱子后 反而脸更绿了 估计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陈王府 非常不带进这门婚事啊 看来她要小心了 这陈王没准真像传言那样 暴虐成狂 看着叶南希一脸悠哉的躺在软榻上 晃着两只脚 小姐 你怎么都不着急啊 你嫁过去之后可怎么办呢 这聘礼可是能体现南方对您的态度的呢 这明显是不待见啊 真是皇帝不急太近急 快去给你家小姐拿饭去 再不去啊 我就要饿死了 夜晚 宁静的小院里只有一间屋子灯火通明 叶南希正在捣鼓她的草药 准备应对这传说中的陈王 而陈王府院内 此刻正传出一阵爆笑 笑死我了 月明我跟你说啊 你是没看到那叶夫人的脸色有多臭 我特意挑出咱们王府库房的陈年老货 和一些王爷打算扔掉的破烂 你这样不好吧 鼠子他知道吗 王爷说了 屁里的事让我看着办 可见王爷也不那么在意这件婚事 可你说了你也不懂 还是清风好 只有清风最懂他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 远在千里之外的清风 忽然打了一个大喷嚏 主子真是太残忍了 都要大婚了 也不让我回去 他在这外面每天风惨露宿 食不饱腹的简直不要太惨 就凭这么一张连鬼看见都下过去的画像 让他上哪里去找啊 清风嘴里啃着个硬馒头 抬头仰天长叹 萧辰泽此刻早已忘记清风 还在找那个女鬼的事了 他此时正盯着不远处的屏风发呆 一脸纠结之色 正当他想着该怎么处理的时候 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 随之而来的 就是寻允城那欠揍的声音 小侧子 我回来了 你有没有想我啊 萧辰泽一听见这个声音 立马就要把那个肚兜收起来 奈何身子不方便 现在他只能休养在床 无奈叹息 想让徐允城走是不可能了 现在他只能祈祷徐允城看不见吧 徐允城刚推开门进来 第一眼并没有去看萧辰泽 而是静止走到桌子跟前 倒了一杯茶 一口灌进嘴里 是啊 小侧子 你知不知道我也赶你大婚 这一路快马加鞭的 可把我累惨了 说完还没等萧辰泽出生 便转头想他望去 在他转过头的瞬间 又把头转了回来 等等 那是什么 你别过去 苍白的语言终究是无力的 萧辰泽只能伸手无脸 他好想死一死 还真是我想的那样 没想到小侧子 你还有这种嗜好呢 口味挺重啊 萧辰泽耳根红得低血 伸手拉起被子蒙住头 他需要静静 小姐 小姐该起了 时辰马上就要到了 好懒月 我再睡一会儿 可懒月依旧不依不饶 硬是把他从床上拖起来 要去沐浴 等一下 沐浴就算了吧 昨天晚上已经洗过了 再洗就吐吐皮了 反正也不会洞房 能省一步是一步 处在旁边的如梦 看见这状况 有一片刻 上前打横抱起叶南希 叶南希只觉一阵旋转 身体腾空 睁开眼睛 看见是如梦 顺一瞬间 惊醒一半 姑娘 好毕丽啊 以前在家的时候 就经常跟父亲上山打猎 都扛习惯了 叶南希只简单地描了描眉梦 在眼角处描绘了一串兰花 拉长眼尾 有点仿现代的芳妃妆 只是色彩没有那么饱和 经典珠唇 一款明艳大气 又不时气场的妆容就打造好了 这是小姐吗 这是仙女吧 哼 这就看呆了 等你出家那天 也给你画一个比这还好看的妆 迷死新郎官 哎呀 小姐 如梦也一样 等你们遇到心仪的男子 一定要和我说 我给你们把关 送你们出嫁 兰月赶忙去取一旁的凤冠 再待下去 小姐不知道又要说什么了 真是羞死人了 先等等 还有件事情没办呢 走 跟我出去一趟 院子门口已经摆了 一长六的嫁妆箱子 叶南希二话不说 就要上去打开箱子 一旁的家丁见状 就要上前去阻拦 可是哪里是叶南希的对手 叶南希一脚就把家丁踹开 打开箱子 一看里面的东西 果真被张氏换掉了 去把你们夫人叫来 张氏来了之后 看见叶南希坐在嫁妆箱子上 心里暗道 不好 她怎么知道了 哪个多嘴地透露了信息啊 依娘 这就是我的嫁妆吗 还是说 我的嫁妆又被调包了 依娘 解释一下吧 要不然今天出门的 可就不是我了 南希 你先安心嫁过去 这嫁妆 依娘回头给你补上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这下人们太粗心 把嫁妆装错了 依娘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行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叶剑妆 叶剑妆此时正在正院招待宾客 父亲 女儿前来叩谢您 今日以后 女儿就出嫁了 父亲为女儿准备了66台嫁妆 女儿感激不尽 哈哈哈哈 哎呀 叶尚书真是疼爱女儿啊 这么多台嫁妆 我可是出不起啊 是啊是啊 叶尚书还真是大手笔啊 叶小姐也是个妙人 叶尚书有此女 真是令我等羡慕呀 诸位过奖 小女不懂事 让各位见笑了 还不赶紧去换喜福 出嫁之日不宜见外人 即使戴着面纱也不可以 这点礼数还是要遵守的 父亲 等一下 如梦 还不快把箱子搬过来 我还没看到父亲 给我准备的嫁妆呢 快把它打开 让诸位一起见证一下 父亲对我的疼爱 还未等叶剑云斥责 如梦听令 在众人面前 飞速地打开了箱子 箱子打开 只听见一阵唏嘘声 和小声议论的声音 诶 这怎么回事啊 这箱子里面 怎么都是一些 发了霉的错布啊 父亲 这会不会是搞错了呀 这难道就是 您给女儿的嫁妆吗 如梦 快 你去把其他箱子 都打开看看 父亲 快给女儿去看看吧 说不定这嫁妆 被某些惊人给太没了呢 那该如何是好啊 到了前面 冰克们一眼就看到 一排嫁妆箱子 都已经被打开 里面青一色的 都是破布 和一些不值钱的摆件 叶剑云的脸色 像是吃了屎一样难看 她看向站在一旁的张势 女儿的嫁妆是怎么回事 你是怎么大理 嫁妆仪式 不都有你负责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可能 可能是下人 不小心拿错了 你是怎么当嫁的 你要是把这些东西 带去王府 岂不是让陈王 看咱们尚书府的笑话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不如先把嫁妆带过去 过后切身再给补上 这尚书夫人 果真是上不了台面 这嫁妆哪还有补上的道理 还不把真正的嫁妆给我拿出来 趁迎亲队伍还没有赶到 赶紧换上 别耽误了其实 张势还在游游郁郁 不想去换 还要再上前说什么 还不等他张口 叶剑云伸手就给了他一个大逼动 张势被打得当场猛了 呆愣地看着叶剑云 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还不快去 不过张势只敢在心里默默地想 不敢说出来 无奈只能转身去准备嫁妆 叶南希一件事情差不多了 上前撞死无辜地对叶剑云说道 父亲 不要责怪母亲了 想来母亲也不是故意的 既然嫁妆的事情解决了 女儿这就进去换嫁衣 以免耽误了及时 起吧 好生准备 被拔了一刀的叶剑云 冷着脸 带着几个要好的同僚回了大堂 叶南希才不管叶剑云是否生气 他吩咐如梦去看着张势 以免他再动手脚 叶南希站在镜子前 果然 人靠衣裳马靠安 这镜中的古装美人甚得他心哪 哥哥 你快进来 你快看看姐姐 听到叶母亲喊他 叶母琳一脸别扭地走了进来 哥哥 你快看姐姐 她实在是太美了 你快看呀 叶母琳抬头 飞快地看了一眼叶南希 只是一眼就被惊到了 其实很美 姐姐你什么时候会回来看我们呀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们安心在府里等我 过段时间 姐姐就会把你们接过去 和我一起生活 外面吹吹打打的声音 打断了屋内的温馨 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着 迎亲的队伍来了 蓝月见状 姐忙把盖头盖在叶南希的头上 哎哟喂 我的大小姐可快些吧 这迎亲的队伍都已经到门口了 您快些准备上轿吧 叶南希也不再犹豫 扶着蓝月的手 就要迈出门槛 这时只见叶母琳挡在门口处 背对着叶南希 微微蹲下身子 叶南希看出来 弟弟这是想背她入花轿 弟弟这是想要姐姐爬着出门吗 上大家看笑话 小样 等你长大了再背姐姐 你们扶着姐姐出去吧 今日是陈王大婚之日 百姓们都在街道两旁 等候一堵陈王的风采 只见一头枣红色的高头大马 上面坐着一身红色衣袍的少年 在少年的怀里 还捧着一只 带着大红花的大公鸡 这人皆知 陈王不良于行 还在纳闷他怎么来迎亲 结果陈王迎亲的是他的至交好友 徐允诚 徐允诚今日依旧一身红衣 坐着高头大马 左手直御扇 右手抱着一只大公鸡 边走 边向街道两旁的姑娘们抛着眉眼 这一路 这个人可是初尽风头 不知道的还以为成亲的是他 这边 徐允诚刚到叶府门口的时候 突见叶南希 由弟弟妹妹扶着向喜叫走来 徐允诚怀抱公鸡 缓缓走到叶南希身前站定 叶南希盖着厚重的红盖头 看不清外面的光景 也约感觉到前面来人了 接着 看到一双黑色的扫靴 这应该不是陈王吧 他不是瘸子吗 还没能等他想明白 红筹便递到了他的手边 见叶南希迟迟没有动 新娘子 快点接红筹 上花轿了 叶南希这会儿没有迟疑 刚要伸手接过 就见弟弟的手握住他的衣角 笑声说道 姐姐 使个鸡 嗯 弟弟啊 多说几个字 不会要你命的 他真的会泻 要不 我抱着王爷上花轿 雪允成没想到 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差点憋不住笑出来 扫分人不用着急 等回府 王爷让你抱个够 有意思 这回王府 有的热闹咯 那就快走吧 别让王爷等着着急 再跳了墙 那就是我的不是了 话落 便钻进了花轿 只要他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雪允成掖主 呃 这话要怎么接 接了岂不是承认王爷是狗 不接 默认王爷是狗 算了 死道友 不死贫道 他闭嘴 突然觉得 这个女人有点不好对付呢 心里不禁有些幸灾乐祸 小泽子要遭烟吧 陈王府 此时的陈王府 并没有澄清 该有的一片喜气洋洋 除了门口的大红仇 可谓是门可罗雀 萧尘泽坐在床头 听着小安子的抱怨 王爷 你看看这些个大臣 个个都是墙头草 你以前风光无量的时候 哪一个不是来巴结着 来王府里走动啊 萧尘泽眼神晖暗不明 沉默不已 那些个蛀虫来不来 他并不在意 左右他现在废人一个 有人巴结才是不正常的 就在叶南希被晃悠的 迷迷糊糊 差点睡着的时候 轿子稳稳地停了下来 只听一阵咯咯咯 大公鸡使劲挥舞着翅膀 向轿子门口飞去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便见徐允城 向喜婆使了个眼色 哎哟 新郎官踢轿门了 新娘子快下来吧 叶南希也没犹豫 只见一身着红色喜肤的新娘子 拎着一只大公鸡的脖子 迈出了轿子 众人惊讶的嘴巴 都能塞下一颗鸡蛋了 这画面感 真是令人永生难忘 月明在后面 慢慢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睡个王妃 貌似有点狠 徐允城抬起握成拳的右手 放在唇边 撞似不经意地咳了咳 抬头望着天空 简直没眼看 似乎又半砸了 人狠话不多的叶南希 拎着攻击 游览月扶着进了王府 看着脚底下的大火盆 整个一大屋雨 这是澡盆吧 没错 这就是小安子特意安排的 故意为难叶南希的 看你怎么办 谁让你带着墓地架进来的 就这 呼的 就把手里的大公鸡扔向火盆 不好了 王爷成烤鸡了 众人皆惊 小安子更是气得跳脚 你家王爷才是烤鸡呢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救王爷 随着一阵手忙脚乱 鸡飞狗跳过后 终究是逮住了那只烤鸡 瞧着眼前这只黑躯 辽光的大公鸡 对 你说的没错 就是我家的 后知后觉的小安子 暗自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这张破嘴 又腻了叶南希一眼 没事 后面还有呢 叶南希顺利地 跨过面前的小火盆 这回倒是没为难他 估计是怕他们王爷 真成了烤鸡 随着脚落地踩上瓦片 叶南希才知道 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 继续走过去 他没走一步 便带着瓦片碎裂的声音响起 一旁的小安子 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又揉了揉双眼 确定自己没看错 那可是他特意安排的瓦片 极其坚固 可不似寻常瓦片那般易碎 他自己试了好几次 双脚又蹦又踩也没碎 看叶南希那般轻松的模样 他严重怀疑 瓦片是被人掉包了 他又沉人不注意 偷偷摸摸上前 使出全身力气 在剩下的瓦片上踩了上去 哎呦喂 咱家的脚 可算是走完了流程 就剩最后一步拜堂了 喜伯又把那只 快烤熟的大公鸡 抱了过来 哼 确定要和这个烤鸡拜堂 不是我所谓啊 就不知王爷 会不会建议自己 被一只烤熟的大公鸡代替 这不仅看着不好看 说出去更不好听啊 被一只没了毛的鸡代替 是个男人估计都不能忍 哦对了 他还真有可能不是个男人 萧承泽就在洗堂后坐着 是个牙尖嘴利的女人 既然她这么想本王出去 那本王就去会会她 王爷 要不奴才 再去给您找一只鸡啊 萧承泽邪了小安子一眼 小安子只好兴兴地闭上了嘴 吩咐侍从 抬着萧承泽特制的座椅 前往洗堂 叶南西瞥见前方落下一个木制台椅 想来这椅子上的人就是陈王了 只不过 这个时代没有轮椅嘛 那也太不方便了 只见洗堂之上 一坐一立的一对新人 各怀心事 极其敷衍地完成了拜堂 叶南西被送进新房 连忙把盖头掀到头顶 可憋死她了 小姐 不能掀盖头 要等王爷来掀才行 要不然不吉利的 我的好月儿 那你去门口把风 让你家小姐我偷偷气 揽月见劝不动 只好去门口给叶南西把风 总算把揽月支走了 叶南西坐在床檐上 两脚一蹬就把鞋子踢掉了 坐在床上 把花生红枣桂圆支了个干净 总算够着点底 前院的萧陈泽 没有像其他新郎官一样 红光满面的敬酒 前来参加婚宴的官员 也是寥寥无几 纷纷放下贺礼 便推托有事先行一步 只剩下萧陈泽身边的部下 哎呀 王爷 您如今不宜饮酒 您就不用管我们这些大老粗了 赶紧去洞房看个新娘子吧 一会儿啊 我们还要去闹洞房呢 是吗 其他人也附和道 对对 还没看见王妃的真容呢 萧陈泽也不推辞 让人抬他去了房间 若不是父皇派了理官 记录皇子成婚事宜 实则就是监督他 他才不会去洞房 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 去又何妨 没成想 婚事进行得如此顺利 门外的揽月 焦急地在廊下躲步 也不知道王爷何时会来 他不经意间 发现前面有两个侍从 抬这个人正朝这边走来 来了来了 肯定是王爷来了 他刚要叫小姐 就见萧陈泽看向月明 月明立刻会议 咻的一声 一个小狮子打在揽月的身上 揽月立时不动了 还保持着张大嘴巴 向前伸手的动作 月明悄无声息地 快步走至揽月身前 看都没看他一眼 二话不说 扛起揽月 向旁边挪了挪 把门口的位置让出来 揽月急得直扎眼睛 沾红了脸 这个灯徒子 竟然大庭广众之下就抱他 还不让他提醒小姐 萧陈泽看见兰月 并没有在屋内侍奉 而是在门口把风 他想到这个女人肯定在搞鬼 他倒要看看 他在里面干什么 屋内的叶南希 正在悠哉地嗑着瓜子 不行 太干巴了 他得弄点水喝 要不然没法接着嗑了 目光巡视一圈 最终锁定在了桌子上的酒壶 不管了 先喝一口再说 他穿着一只鞋 再跳着脚走到桌边 另一只鞋子 已经不知道被他踢到哪边去了 这酒也太辣了 他本以为是果酒 没想到还挺辣 不行 还是要招点水喝 桌子上除了一个酒壶 就是洗竹和洗饼 只能让兰月去给他弄点水了 他继续蹦到门边 刚拉开门 来 好巧不巧 萧承泽刚被抬到门口 叶南希开门的瞬间 裙脚被门挂住 本来就单腿站立的叶南希 一个重心不稳就向前扑去 又好死不死地趴在了人家身上 叶南希只感到唇惊一片柔软 突然意识到那是什么后 苍天啊 快给我个敌缝吧 好想死一死 萧承泽被这突如其来的撞击 拍在门上 温热的触感令他呼吸一致 反应过来这个女人竟然在轻薄他 怒从牺牲 摸够了吗 摸够了就给本盟起来 啊 这就起 这就起 叶南希抬头 发现自己的手还在人家胸前 起来时还不小心抓了一下 跟我无关啊 是守自己的想法 萧承泽简直要被眼前的色女 气到奇桥生烟 正要发作 却见本该从他身上起来的女人 因为裙脚还挂在门上 起来时 又再次被刮倒 跪坐在他面前 脑袋正好埋在了他敏感又柔软的部位 萧承泽的脸色迅速油红 转为爆红 咬牙切齿 一字一顿地说道 王妃 因十足落水 密闭 叶南希刷地抬起头来 等等 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下 妈呀 这也太没有人性了 上来叫他死 不知道他现在装柔弱 能蒙混过关不 就在他冥思苦想 怎么解决眼前的困境的时候 一把匕首不偏不倚地 扔进他怀里 更不巧的是 打在了他的胸上 卧槽 这可流氓 他是瞎的吗 这么大他看不见啊 严重怀疑他是会议报复 奈何他理亏 只能哑巴吃黄连 王爷这又是合意啊 既然你不想跳河 那就自我了断吧 王爷 这叶南希还要再继续说什么 萧承泽懒地听 一向一旁的月明和小安子 怎么 要本王亲自动手 站在一旁的月明和小安子 嘴巴已经张得 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显然刚刚发生的一切 对他们纯洁的心灵 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间 蓝月顾不得震惊 疯狂地冲刺夹小姐眨着眼睛 可叶南希并没有注意到他 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想 该怎么脱身 并未注意到 蓝月不见了 先反应过来的小安子 接着胳膊肘对了下 还在发呆的月明 哦 属下 这就去把王妃扔合脸 叶南希无语 大可不必说后面几个字 行 小子 老娘记住你了 月明是吧 月明立即上前 就拎起叶南希的后脖梗 叶南希也不甘示弱 手往后一伸 就掐住了月明胳膊上的穴位 让你用力 月明顿时手臂酸麻 无力地松开了夜南希 月明惊诧地瞪着夜南希 他不理解 夜南希借机赶紧为自己 争取活命的机会 那是大兄弟 不对 王爷夫君 您看啊 我吃的不多 我还会按摩 您留下我肯定不会吃亏 不会上当 说不定 这腿还能好了呢 你 你大胆 竟敢当众轻薄王爷 还不止悔改 蛊惑王爷 简直是 肖沉泽被这一声大兄弟给叫得争住了 这熟悉的语调似乎有点似曾相识 他又定定地瞧了夜南希一阵 把他的脸洗干净 被人忽视的小安子并未动身 他眼睛瞟向月明 他才不要给这个轻薄王爷的风女洗脸 月明忽而向狼下走去 在揽月身前站定 抬手解开了揽月的穴道 你去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蓝月 白了月明一眼 晃了晃 举酸了这手臂 他已经看了半天的戏了 自然明白月明说的话是何意 瞄了眼自家小姐 连忙小跑去端水 蓝月为夜南希端来了清水洗脸 这时 夜南希才发现他一直忽略了什么 原来是蓝月 有些唏嘘地眨了眨眼 也不知道这个王爷又抽什么风 好端端的 为啥要让他洗脸 白下了这么好看的妆 直到蓝月把水盆放到他面前 这什么鬼 他终于意识到 那个鬼就是他自己 啊 戏吧 我竟然顶着这张大花脸 在这逼逼来来这么久 难怪人家让我洗脸 来月轻柔地给他家小姐擦干净了脸 一张出水芙蓉般的面庞展露出来 萧晨泽身形一致 眼中划过一抹了然 果真是他 那个肚兜的主人 不过 他好像并没有认出我 你不是叶剑云的女儿 夜南希当然看见了 刚刚萧晨泽眼中划过的恶然 以为他是见过夜南雨 并未起疑 我当然是夜剑云的女儿 只不过是他不想要的女儿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夜南希 夜剑云原配夫人所出 夜府的嫡长女 不过前几年 被夜剑云赶到了乡下 刚被接回来没几日 剩下的 你都已经知道了 你方才说你还会按摩 可会按腿 不只是按腿 如果王爷有需要 别的地方也行 说完 娇羞地低下了头 萧晨泽突然想到 刚才夜南希的头 撞到的位置 耳根微红怒道 滚 好嘞 夜南希起身 拽着发呆的兰月 火速离开 这人真是不知秀 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我们王爷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国造 管好自己的嘴 不想要的话 就割掉 他现在确实不想动他了 一是他曾经救过自己一回 二是他也想弄清楚 皇后和叶剑云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小岸在连忙捂住自己的嘴 这一夜 王府里分外宁静 说好的闹洞房的人 也都被寻允城喝趴下 抬回了家 夜南希没心没肺地躺在床上 百大字呼呼打睡 起了那么大的早 早就困得不行了 小晨泽一夜无眠 左右他新房已经去过了 也可交差 礼官怎么写就与他无关了 一日一早 天刚蒙蒙亮 小姐 快点起来 王爷已经来催了 一会儿您要和王爷一同进宫的 你刚刚说什么 进宫 我还要进宫 是了 这不就是普通百姓 澄清第二天 给公婆敬查一个道理吗 简单 是小姐 您快些起来 奴婢给您梳妆 夜南希懵懂得起床洗漱 任由懒叶折腾 将将洗漱完 还没等用膳 就见院子里 进来一个嬷嬷打扮的妇人 身后跟着一排丫鬟 手里捧着托盘 见过王妃娘娘 这是您今日进宫穿的衣裳 老奴负责给您梳妆 稍等啊 我还没用膳呢 李嬷嬷虽是没听到一般 吩咐边上的丫鬟 还不快给王妃更衣 捂了进宫的时辰 自信你们的皮 得 夜南希看出来了 这就是说给他听的 我还没用膳